67岁成龙风波后首次现身,和古爱玲拍摄亲密合照,脸部通红气色好。 3月16日,古爱玲在社交平台上晒出和国际巨星成龙的合照,梦幻联动引发诸多网友的关注。 照片中,古爱玲散着一头长发,画着精致的妆容,眼神深邃灵动。 看向镜头时带着淡淡的笑容,颜值还是一如既往的出众。只见她脸部泛红露出两个小酒窝,似乎心情十分激动。 毕竟成龙大哥是国际偶像,即使是世界冠军古爱玲看到她,应该也会变成小迷妹吧。 当然,能和古爱玲合照,成龙也很是开心,眯着眼睛笑容亲和,脸部比古爱玲还要红,细笑眉开气色十分不错。 在拍照过程中,成龙用手指着古爱玲,古爱玲则比出大拇指,两人倒是很有默契。 而且两人紧紧挨在一起,并没有任何避嫌,乍一看显得十分亲密,不知道是不是一见如故呢。 有趣的是,成龙另一只手并没有搭上古爱玲的肩膀,看来或多或少还是受到了网上舆论的影响。 前不久,成龙因何一言直出众的空姐合影引起争议,拍合照时直接把手搭在对方的肩膀上,空姐则侧对着她,形成了半搂的状态,显得过于暧昧。 事后成龙还向空姐索要了电话地址,并承诺会送礼物给她。 原本只是粉丝和偶像的互动,却被许多网友曲解,认为成龙或许另有目的。 无奈之下,该空姐多次站出来澄清,称成龙只是好意,网上一些发表臭恶言论的网友纯属是造谣,才逐渐平息了这场风波。 成龙虽没有任何表态,但经过多位媒体记者的报道,大概也了解此事了。 而这次和古爱玲合照是她缝播后首次露面,心情颇佳并没有被谣言所影响,同时也更注重自己的行为举止了。 其实,露肩合照只是成龙的习惯而已,这些年成龙和不少女明星拍摄合照,都会搂住对方的肩膀以此表示亲切。 对于各类女明星而言,成龙既是前辈又是好友,所以压根不会在意太多的细节,网上所传出的诸多亲密照,可以看出双方都很开心,不会故意避嫌。 和粉丝朋友合照时,成龙也是一贯的搂肩搭杯,像是林家大叔一样。 当然,成龙的合照方式不分男女,通过搂住肩膀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开心,也可以快速拉紧二人的距离。 由此可见,成龙大哥只是举止有些帅性,并没有其他意思,大家不要再以讹传讹了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再见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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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